字幕提供 譬如當年一剎那 2009年後 沒有工作的時候 你有沒有擔心前途 有 絕對有 我不是想過 我做的士 因為我的舅舅是做的士 那有什麼 可以找他幫忙 有想過這個 然後 有想過回加拿大 因為家人做餐館 回去幫忙 是嗎?你爸爸開餐館 不是我爸爸 另外一些親戚 就是幫他們 看看他們有沒有地方可以收留我 有想過這些事情 這些劇情 但是當年就說是 不想退出多久 暫停 就是當時這樣說 但是你說有沒有實體的計劃 他什麼時候出來 真的沒有 是當時 看看怎樣 最主要當然 公司 家人 其他親朋友 都是看我自己的決定 就是想是繼續 或者有沒有機會繼續 或者回加拿大 一定是真的轉行 做其他事情 都是看自己的決定 但是你怎麼想 實際上當年 實際上初頭 初頭那個年 我真的想著 算就走了 就是離開這裡 沒有面子見人 是的 但是再想想想 其實如果走的話 會很 很懦夫 是不是 就是為什麼 反正你還是有勇氣去走 其實那個勇氣也很大 你要離開香港 去另一個地方 重新離開 或者再重新投入新的行業 那個勇氣也是很大的 但是我就是想 不如我用這個勇氣 去繼續 繼續留在這裡 反正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試一下 就是試 所以那時候 就真的開始 慢慢去想 慢慢去想 對 慢慢去開竅 慢慢去想自己 究竟 我人生要怎麼走 是怎麼走呢 就是應該 現在這個 重大的決定 應該要怎麼走呢 我就決定了 繼續來香港 繼續走 有誰給你意見 我想我最聽得 最信任的意見 都是我爸爸 關為倫 都是關為倫 他怎麼跟你說 其實也有想過 是送你走 還是怎樣 也有想過 就是想著 真的要走 有想過 但到最後 他跟我說 都是那件事 你現在發生的事 是在這個時刻 可能是很慘 很痛苦 但是這件事 這個過程 有我和你們一起過 一起去過的 還有 你可能過了這個時刻 你再回 過多幾年 十幾二十年 回頭看回 其實對我的人生 是一個寶藏 就是發生了這件事 就是我爸爸 都這樣覺得 因為他覺得 對他來說 他都是一個寶藏 一個學習 他說是錯 你就要承認 有些什麼 你就自己承擔 我覺得 說得很有道理 就是 就算你發生了這件事 你逃避了 在那個時刻 逃避了 但之後我相信 如果再回頭看回去 我一定會後悔 一圈圈的星光 背後有我 關楚遙 想聽竹本的訪問 立即上 881903.com 節目重溫